这种强购买不到的情况 这时候政府会对它进行一定的宏观调控 我们介绍这几个关键时候 我们再回去想一想 在前面的几个例子 第一个我想回到火神山这个例子 这个医院是七千建出来的 这是一个壮举 很了不起的事情 但是你要知道 我们中国 比如说有成千上万的医院 大部分的医院不是这样建出来的 它是通过一个正常的市场化的行为来建出来 比如说这个地区的人有需求 他们交了税给政府 那么政府觉得需要有一定的医疗配置 那么这时候 他就通过公开招标的形式让别人来 然后通过正常的经济活动来建起这样一所一所的医院 那么这样子建医院 你建一个是可以 短期之内大家有为了这个疫情 大家也愿意奉献的摆上这个一些力气去做这个 但你长远的这样建的 其实很多的计划经济的国家是走过一些这样的路的 那么那个时候的什么东西呢 无论你是住的还是吃的呀 是什么东西 都是打锅饭都是由这个大家 通过大家无私奉献和国家的计划来奉行的 就是发现它的效率是很低的 所以说大家才后来 听到说我们必须往这个用市场来这个条件上面来走 为什么呢 因为最终呢 这个给大家最强的这个动力 要去好好建一所医院呢 好好的提供里面材料 其实还是人得利的行为 比如说各个建筑商 他就建筑的 他是有利可足的 这时候他就会把这个医院建好 那么建的标准又高 然后这个又漂亮 这样他下以后呢 这个还有机会再去拿别的工程的项目 那他也不会被追责 所以最终的是人这个得利的行为呢 是被利用起来来提供大部分的商品 那这是意外情况 那么才会出现就是说 在少数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子来调动这个国家能力来自己的 事实上这里建筑的这些工人 你还是要付他工资的 那么呢 你付他工资 那么这个他七天这个没日没夜的干活 你要付他一些钱给他这个激励 也许他可以无私奉献一个星期受得了 你要他干一年呢 这个没人受得了 所以说你还是需要一个市场化的东西来把这个激励给他 这时候他就应着自己的这个得利的行为来提供他的劳动力呢 这个是更理想的情况 那么第二个呢 我想给大家看这幅图了 这个图里面呢 这是应该是贵州捐给他的 后来呢 这个鄂州的政府呢 就上去就是说 辟谣是说 这个菜送过来就是烂的 所以呢 他又烂在仓库里面呢 我也就不把它送出去 那贵州就说呢 不是的 这个送的好 这个烂掉 但是呢 其实呢 出现这个情形呢 是非常正常的 那么为着一个地方蔬菜的供应呢 你最好是有一些得利的一些 这个位置 以利益为目的的一些农民呢 来买 为什么呢 因为你想一想吧 这个贵州 比如说他弄这一批菜的时候 他会怎么弄 他也许会找各样的农民来收 对不对 那也许他会支付一些钱 也许他也就要大家捐 是不是 那你是一个农民 你捐的时候 如果是说 我有一批菜 一部分呢 我要捐掉 一部分呢 我要拿到市场卖 那即使我心好 我想把好的菜捐出去 我发现 如果把烂的菜留下来 我在市场上 我是卖不出去的 那么我只好把这个 差一点的菜呢 捐出去 因为市场上是绝对 卖不出去 这个次品的菜 那所以说呢 首先呢 这个源头上的 大家就不一定 不怕不怕 不会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 那么呢 到了这边之后呢 他堆在仓库里面呢 这个无论是 是什么样的资源团体 或者政府部门呢 如果他这么大批的货 他要去把它分出去 他是要耗费 他的人力的 那么呢 当他分配的时候 那尤其他分配不公 还被人骂 是不是 所以说呢 他呢 也不一定有动力呢 去把这东西 好好的分出去 那所以两边夹在一起 就变成了 你两边都是好心 一边呢 想捐点菜 另一边呢 也想收了之后呢 为了这里的供给 但是他不一定能提供出好的效果 而相反呢 假如呢 你作为的政府 用一些市场化的手段 你比如说 你用一些补贴来把这个菜买进来 那么这时候呢 想卖菜给你 他必须保证他的质量 他这个菜 那个是没人买的 那么因为有很多的供货商都会供货 你肯定会挑那个好的来买那个货 那这时候他的物品 质量就会得到一定的保证 那这个就是通过经济行为 这个你可以说 它不是通过经济方式来提供的 那么我们认为 如果你通过市场 价格的方式来提供的 它的效果可能会好一些 那么讲到这个口罩呢 这个也是 这个不是口罩 这个是排队买口罩 这两个都是香港排队买口罩的 这个情形 那口罩呢 是这样子 如果呢 现在因为中国有很多价格管控 他不愿意啊 看到这个商场里面 这个药店里面 把口罩卖得很贵 贵了之后呢 这个市场监督部门呢 还要过来查你说 你这个卖太贵了 你知道吧 你是法国难财 知道没有 那么所以九高价格 就上不来 那口罩的价格 被管控住了之后 就会有一个很坏的结果 因为呢 你想一想吧 在疫情的时候 这个需求呢 是往外变多的 那供给呢 会变少 为什么会变少呢 因为它的原材料和工人呢 都没有办法 进行很好的流动 所以呢 它的生产能力 本来就是不足的 那么直到今天 其实 现在中国的口罩生产能力 都没有回到 疫情以前的 这个高峰的生产能力 因为它有很多的原材料 很多的工人 没有办法回到港贵上 但是努力的 在恢复这个生产 那么昨天的 我看了个数据 就是现在中国能生产 N95口罩107万只 一天107万只 107万只 其实不多的 你想看这么大的国家 有107万只 我们多少亿的人 那么你一天 用地支 那只有千分之一的人 可以用到 所以说 其实是很不够的 但是呢 如果呢 你在对价格进行管控呢 这个供给呢 就会越来越少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一个口罩的生产厂商 他现在的原料很难拿到 因为入风了 那么工人就回不来 我要招工人呢 我得付三倍的工资 我才把工人招过来 然后呢 这另一边呢 口罩又卖不贵 因为价格被控制住了 那作为一个厂商 他生产口罩 他是不得力的 他没有好处 他甚至在亏钱 他生产的越多 亏的越多 他就不愿意生产 那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是不利于 这个口罩的供给 相反 你让你这个口罩价格 有一定的上风呢 其实有利于 这个供给的 这个迅速的增加 大家呢 为着这个口罩的利益呢 就开始设生产线啊 就开始转移到 这个产业里面来 其实这时候 更容易供给这些 大家需要的东西 所以这些都是通过 市场化的手段来 来调节这些东西 那么再讲回这个 这个恐慌性的买东西 那你注意到的 就是比如说 米这个买光之后呢 这个政府会出来说 米是香港的 一个管控的物资 我们仓库里 储存的米 足够是 所有的香港人 吃一个月 那这个时候呢 大家的 如果大家了解 这个信息之后 并且看到 每天都有新的货进来之后 大家这恐慌 情绪就会消失 因为你给了一个信息出去 那大家相信 这个信息之后呢 知道说 原来原本那个行为呢 是不是很理性的 堆那么多之后 这个米还会坏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的作为政府的管控 就可以解决 原本这个问题 那所以呢 回到就是这个地方 你就知道 经济学的关系 第一 人是有得利的行为 然后人呢 做这些行为的时候呢 他要看市场 他要看价格 他要看资源的情形 他要看信息 那么现在我们 这个现代经济学研究的东西 很多时候就是在 怎么样 把人的这个 得利的这个行为呢 引到一个 比较理想的环境 那么呢 从企业的角度 当然他当然想多挣钱了 那你比如说企业 他要多挣 他卖飞机票 他卖飞机票的时候呢 他从这个三个月 半年前 卖的飞机票 比较便宜 慢慢呢 他把这个 根据他售卖的情况 把价格一点点提上来 那这个呢 通过价格信号呢 来把它的 让大家尽快呢 订他的机票 那他也好安排 他的这些人力啊 物流啊 那么他就是 用这样子一个方式 来鼓励大家 来进行这个 适当的消费 那么呢 现在呢 比如我们还有一种方式 通过信息的方式 来激励人 做出不同的情况 比如说你讲到这个 买机票的时候 他会告诉你 这个价位的这个机票 还剩多少张呢 比如说少于多少张 他给你提供一些信息 让人呢 对这个 这个消费者 对这种的一个判断 他来做出这个企业 可能想要的行为 那么作为政府也是一样子 他通过 各样的 这个管控啊 这个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啊 那么来 经济过热的时候 他给他降温 然后现在经济出现 问题的时候 还要刺激他 那么来让这个经济 有一个 有比较合适的一个 一个情形 那么这个呢 你可以看到 就是作为个人呢 那他有这个得益的行为 而作为呢 比如说一个组织和一个 一个企业 包括是这个一个政府 那他是需要呢 对这个 对这个 这个神的家 这个一个经济体的家庭行政 能够做出一些的安排 OK 好 谢谢 好 放上去 好 感谢主 现在收音 OK 试试看 我们再试试看 OK 感谢主 那 好 那刚刚看到这些 我再给大家看两张图 那左边那张图呢 是造iphone的 右边那张图呢 是造飞机的 那么你可以看到呢 这个iphone呢 它是有各种各样的供应商 从日本啊 这个中国的 这个美国的各个外供应商 然后大家通过一个全球的协调呢 来来做出来 那么飞机也是一样 那你想 比如说你在做这个iphone的时候 实际上这些 这个iphone上的各个零部线 可能已经绕了地球几周了 在船上面 那么通过不同的场合 哪个地方呢 是最便宜的 这个商品的质量 是最经济实惠的 那他就会通过这个地方来采动 来形成一条我们所说的这个全球的供应链 现在中国出现了疫情之后呢 就很多国家就发现很多东西都生产不了 韩国的车呢发现生产不了 美国呢 很多药企业发现呢 没办法生产得了 很多的供应链呢 都是因为 包括iphone本来也是 就是供应链呢 都因为这个疫情呢 有所打断 那么为什么原来会形成这个全球供应链 就是因为大家寻找 最便宜的供应商啊 最好的这个 所以说就形成了这样全球的供应链 那同样呢 这个飞机也是这样子 那么 把它的各个部件从不同的地方来 全世界呢 可能有 这个成千上万的人参与到建造这台飞机的过程 那么这些经济活动呢 是怎么组织起来的 这些经济活动组织不是靠着大家 无私奉献 这个组织起来 它乃是靠着大家 一种 一个企业它要得利 它呢 要找最便宜的供应商 然后它能赚最多的钱 所以它收遍全球 我要找最便宜的劳动力 最便宜的能源 最便宜的要素 税收最优惠的地方 然后慢慢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 全球的供应链 然后之后来做出复杂的产品 那么到了最后呢 你拿到这个iPhone啊 或者你坐在飞机的时候 你觉得这是一个 很了不起的一个产品 小小的一个iPhone 有我们这个以前这个电脑的所有的功能 对不对 很了不起的一个产品 那么所以呢 这都是因为呢 有一些企业家 他一方面为了得利的目的 另一方面他这个整体的 有一个计划和安排 最后呢 把这个杰作呢 做出来 来供应到的市场上面 然后呢 再买一个钱 它就可以得利 那么这也是 你可以看到这个经济活动 怎么组织 所以呢 你这个火神栅呢 是可以通过 大家一时的努力来建造 但是如果来建造这么复杂的物品 其实呢 是一定要通过 这个许多的供应商啊 包括这个做iPhone的企业家啊 他们各自的这个得利的行为 然后做协调在一起 才做出来 那么我们现在就讲一讲啊 就是说 讲完人的得利的行为之后 那么面对这个疫情 面对我们这个日常的生活呀 其实人的地上有各样的精灵 那么呢 从神的角度 那么我们人在世上 这样的经济的活动呢 那到底 这个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子 那么呢 它到底呢 能不能带给我们 这个人生的满足啊 那首先我们看一看 这个得利的这句 圣经后面的这个 两节节节 那么呢 两个这里讲的 第一讲说 就是刚才这些 今天或明天 我们要往某城 就在那里住一年买卖得利 那么再说各位 这个来香港呢 很多就是读书啊 或者工作过来 那么呢 也是觉得这里的机会好 然后就过来了 那么在很多的选项里面 你选择了这一个 因为觉得这是 对你的未来的发展 是最好的 那就来了 来了之后呢 我们有一定的计划 这就是我们人的经纶和计划 人的这个经理 那么主呢 他是怎么说 他怎么提醒 他说 其实明天的事情 你们并不知道 你们的生命是什么 你们原始一团雾气 出现扫失 最后就不见了 你们倒应该说 主落月日 我就可以活着 也可以做这事 或者做那事 其实一年前 你说 你有没有办法预计 现在的情形 会是这样子 因为这疫情 有这么多人 这个过世 然后很多的 这个经济活动被打断 所以我们 没有办法预计 这个事情 那么明天的事情 我们并不知道 谁都猜不到 这个现在一年之后的情形 会是这个样子 那么很多人 这个读书计划被打断 我这个上课的班 每天master的学生 从11月开始 就没有好好上个课 这个学习 小朋友上 也一直不让他们回来 那么这个就 连很多人的计划 会被 你不知道的 明天的事情 打断 那么呢 甚至呢 包括我们的生命 这里说我们的生命 源自一团雾气 就出现 少时 随后就不见 我们人呢 在地上面 就真的是 就如这些圣洁所做 就是我们就看到 就是得力的事情 什么事情 是对自己最有利的 但是呢 很多时候 我们忽视自己的 第一 我们明天的事情 不知道 第二 我们的生命 是很脆弱 很懂得战 那么 我们如果是认识主 我们就会 跟主说 主啊 你都愿意 我们就可以活着 你可以做诈事 做纳事 我们的生命 真的都是在主的手上面 那么我们 这个 尘归尘 土归土 从这个 无有中来 那么呢 主给了我们 这个 我们在地上的时间 那么我们 这个不能只 当他是 为了得力 过我们的一生 那么相反呢 我们若认识我们的主 就可以把你 人生的事情 连于他 但是主啊 你都愿意 我就可以做这事 或做那事 到这里工作 到那里经营 那么我们再看 后面一节 就是讲了这个 收藏 这个麦子 房子财物 吃喝玩乐 这个这一节 那么这里是讲到 这个财主啊 他要把他的仓房堆满 那么 神说什么 神说 神却对他说 无知的人呢 今夜必要 你所预备地要归谁 那为自己积财 对神父付诸的 也是这样 那么这个财主呢 人都有意思 那么这财主呢 他积攒了很多东西 想是要休息 这个享用 吃喝快乐 但主说 生命 今夜就要得婚 今夜可能就过去了 就去世了 那么 你像现在 这次疫情 造成了很多人过世 很多 其实很多人很年轻 这个 我们看到这个 像这个 我们 李文亮 他34岁 昨天还有 我看那个医生 留下来2岁了 还有这个医生 29岁 其实很年轻的 但也没想到 因为这样的疫情 就突然之间 就过去了 那么有可能 自己本来人生 有很多的计划和打算 那么都是 这个成为了 这个过去式 那么 我们人生真的是有限 那么当我们在计划 经营自己的人生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 就是说 这个短暂的人生 到底是不是经历 就是收藏财富 享受过 吃喝玩乐 那么 政经里面是告诉我们说 这个比起是基财 你还有一件事情 是可以做的 就是不是积累财富 而是要对神付足 不是只是对 事实上的钱是付足 而是能够对神付足 对神付足 你的人生就有永恒的意义 也不仅仅是在地上 过这个几十年 随时在某个时间段 可能就过去 然后什么都留不下 那么若是我们是对神付足的 我们是可以 非常的有意义的 非常的丰富的 过我们的一生 无论我们最后的结局 之外 我们可能活长或短 但是呢 我们把有限人生 若是奉献给主的话 那么我们是做一个 对神付足的人 也就是很 这一生就是过得很有意义的 我们再多看一些经节 刚才讲到 这一题到这一节 我也是实行满足式的经文 叫万有 无论是在诸天之上 或是在地上 在基督体归于一个元首之下 其实神的计划 是要把我 让我们归于基督 而我们是想把自己 归给钱 归给仓库 归给吃和玩意义 神是高侃了 他觉得 人受造 不是高侃 人受造 这本来就是成装基督的气力 所以他在我们身上 有一个荣耀的定力 若是我们只是把我们的人生 放在基材上 是非常可惜的 只放在得利上 是非常可惜的 那么人呢 若是不认识主 在地上的行为 就是我们经济学家 所看的 人就是为了得利 做各种各样的事情 那么呢 但是呢 我们若是认识主 就知道在我们身上 是有一个荣耀的定力 我们在市场 不是只是为了 这个填饱自己的肚腐 吃喝玩乐 我们人被造了 是有意义的 这里讲到 我们原是神的杰作 在基督的书里 为神早先预备好 在我们行在其中 善良施工创造 你们刚才我们看到 这个iPhone 飞机啊 这都是人的经济的杰作 但其实啊 我们自己这个人啊 是真的是杰作 是神啊 造了我们 我们是神的杰作 神是花了 许许多多的心思和功夫 在这里造了人 给我们一个荣耀的定力 要我们呢 在我们这其中 有一个善良的事工 在我们人的一生啊 是有意义的 可以连于永恒的 那这里讲到说 为要成 这里都讲到神的目的了 那么神的精灵 是为了神的目的 我们再看看神的目的 就是为要成全圣徒 目的是为了执事的工作 为了建造基督的身体 直到我们众人都达到信仰上 并对神啊 这次完全认识的意义 达到长成的人 达到基督丰满的身材的肚料 所以都可以看到 他的目的呢 是要把我们连于基督 把我们建造到基督里面 基督是永恒的 我们人里面啊 虽然说都知道 自己的人生是很短暂的 但里面都有对永恒的追求 人有我钱啊 就讲永远都有钱 人有了财富啊 永远都有财富 房子啊 就永远都有财富 但是人的人生又是短暂的 实际上 人对永远的这种渴望 就是根据我们受造的时候 我们原本就是为了执事上基督 为了这个荣耀的目的 一个定命所创造的 所以人才会有这种 追求永远的这样子的 形象性 所以这也是我们的 人受造的一种人性 我们不仅仅是为了得利的 其实事实上啊 你若是一生都会得利啊 到了末廉的时候 你会觉得非常的空虚 人这个 即使是这个何鸿燊 他那个赌王很有钱 但是啊 这个人老了之后了 这个几个太太 几个孩子啊 抢他的财产 我想他是一个很烦恼的人 他不一定会很开心 还有这么多的钱 所以人的一生 如果只是放在得利 就发现到了人生 到了末廉的时候 是很虚空的 我们再看几节 这里说 因为这一切都是外方人 所急切寻求的 你们的天赋 原子都需要这一切 但你们要先寻求 他的国和他的一切 都要加给你们 那么我们在世上 又想要需要口罩 需要的米 需要赤脂 消毒液 各种各样的东西 那么呢 有时候你会摆不到 你会紧张 但是呢 神的话告诉你们 我们先寻求 他的国和他的义 神知道 我们的世上 有各样的需求 那各样的需求呢 感谢主啊 那么 这个争责 这个不足啊 分择有余 如果是你有需求 我们的弟兄姊妹 或者来我们东西 我们分择有余 一定是可以够大家用的 没有问题 所以呢 我们先寻求 神的国和神的义啊 你的内心里面 是有一个平安跟堵定 知道说 我们把我们的一生 交在主的手上面 我们的一生 是他来负责的 我们所需的一切 他都会让我们用 他不一定让我们发大财 不一定让我们 就是吃喝享乐一辈子 但是呢 我们把自己的人生 交在手上面 先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呢 这些外方的基础 我们需要的东西 我们需要的东西 都是有的 因为我们凡要救自己 浑生命 你丧失浑生命 凡我丧失自己的浑生命 你合作浑生命 这里这个浑生命 就是人的心思情感意志 只是我们这个旧造里面 人的这个人味 那么我们这个人味呢 我们喜欢得力 喜欢收藏 喜欢呢 这个东西多着 纸巾把这个窗带全部堆满 就觉得很有安全 这是我们人的浑生命的特点 那么呢 我们呢 这个无论是你的外面物质的需要呢 还是说我心里看到这个堆积的物质 我就觉得心情很 很这个平安的 这都是我们浑生命的需要 但是圣经里面讲的是很有意思 他说 你要救自己的浑生命啊 就是 什么叫救自己的浑生命 就是满足他的一个样的需求 无论是堆积物品的需求啊 或者财富的需求啊 你要救自己的浑生命啊 就丧失浑生命 事实上啊 当我们呢 去追求这些物质的时候啊 我们心里面呢 有很多的恐慌 有很多的这个 哇不确定性 你的钱啊 放在这个投资市场上面 想多赚的钱 为着你的浑生命的满足 但是你就每天都是担心受怕的 所以你为着要救自己的浑生命 你就丧失自己的浑生命 但是如果我们为主 丧失自己的浑生命啊 那我得着我的浑生命 那么这个得着浑生命 我们还会有问题 什么叫得着浑生命 得着浑生命就是 我们这个有限的人生啊 就变得是平安喜乐有益 那不是一千到晚 担心受怕的时候 哎呀 我的钱在股市里面 现在跌了怎么办 你这几年股市 跌得很厉害 知道吗 那你就失去自己的浑生命了 但是呢 若是我们是为了主 丧生自己的浑生命 我们得着我们的浑生命 我们是平安赌定 无论外面的行星怎么样 我们心中 是有平安 有赌定的 这就是得着我们的浑生命 人如果赚到全世界 就赔上自己的浑生命 有什么益处 人还能拿什么 换回自己的浑生命 人的浑生命 就是我们经济学说的 就是喜欢得力 赚钱这种事情 那么若是我们 让我们的一生 都沉醉了这些事情 我们有很多的忧虑 有很多的烦恼 那么最终 其实我们是丧失自己的浑生命 但若是我们把生命 放在主上面 为了主丧失我们的浑生命 那这是我们得着的 就是我们的浑生命 所以我再看几节 那么这几节是来自 路加福音的 那么节选了一些 他说到 这个人犹豫怕 并等待要临到天下之士 就吓昏了 因为天赤都要震动 照样你们几时 看见这些事发生 也知道神的活进了 你们要小心 恐怕因酗酒 沉醉并今生的思虑 泪住你们的新的知识 就从网罗到你们 你们要时事警醒 长城祈求 是你们得胜 能逃避这一切要发生的事 可以站在这个人子面前 你们要平等 他也得作你们的婚 这里最后 我们还特别讲到 得作你们的婚 这里这些 将要临到天下的事 是什么事呢 那圣经 当然他首先 特别的指导 大灾难和主的回来 但同时呢 你要看这个提示录 他也讲到 各样的灾难 比如说这个饥荒 瘟疫 死亡 地震 都是会随着 这个世代的末了 不断的加剧 那人呢 是人类是有 很这个辉煌的 这个科技的发展 但是很不幸 按照圣经的定义 人没有办法 战胜这些东西 事实上 现在全球生产的粮食 是足够所有人吃 但是很奇妙的 因着人的各样的 国与国的区别 各样的制度 就是有人会是 吃了不到粮食 会是饥荒的 本来的生产能力是够的 但是这个饥荒 就是 常常就是会发生的 那么 这个讲到人的这个瘟疫 我们原本是觉得 自己的 现代医学商品 还发明了疫苗 多到神尚可以控制这个病毒 但是你可以看到 人在其实是 这些瘟疫面前 其实是很渺小的 那么所以呢 这些饥荒 瘟疫病毒 都是会来的 所以呢 我们知道 有这些 要临到天下的事情 我们面对的这些东西 常常的反应 就是下昏了 你知道吗 就是人是很害怕这些东西 人会下昏了 那么他也讲了一些 其他的消息的事情 他说 可能你会酗酒沉醉 然后呢 这些事情会累住我们的心 如同网络 事实上当这个疫情爆发的时候 或者是像去年 香港有一些动乱的时候 我们很多人其实 有时候工作的时候 也会受这个打擦的 你没有办法 今天来好好做这个事情 过自己的生活 因为人的心是会对我们 我会变累住 那么若是我们把这些事情 放到这些事情上 真的是我们的魂 就是不安的 会被吓昏的 那么呢 我们这时候应该做的是什么 就是我红支标这些 我们做的是 实时警醒 常常祈求 使我们能够胜 感谢主 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 我们有同伴 有聚会 常常是把我们 原本是 下昏了的 内住的心 又能给我们再拎回来 让我们重新 是能够逃避这些事情 逃避这些事情 不是指的是说 别人没饭吃 你有饭吃 他逃避这些事情 只是说我们的心 不会被累住 不会被这些事情 压制 那么所以说 我们就能逃避这些事情 站在人子的面前 感谢主 外面的情形很乱 但是呢 若是我们常常警醒 吃事情的长几周 哇 你是站在人子的面前 然后我们最后 要凭忍耐得住我们的魂 我们忍耐着 不要去看那么多新闻 不要去把自己的心 全部的心思 放在这些事情上面 这个时候 其实我们是能得住我们的魂 而相反 很担心 很担心受怕 到处排队 去抢购物资的时候 其实真的是我们 是让我们都失去我们的魂神力 那么 这个院主座父母女生 我今天这个讲座 又准备到这里 我们还有没有 要不然觉得还有没有